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5月10日星期五 这里是《赖子聊书》159期 今天我就接着上期的内容 与大家分享我对俄乌战争和野哈战争未来走向的看法 由于这两场战争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及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密切相关 而这两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密切相关的问题又异常复杂 我就暂时将这两个问题搁置 今天先说一下俄乌战争 在下一期说以哈战争 之后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俄乌战场目前显著的特点是 俄军占据优势 处于主动 一方面在乌东方向进攻巴赫木特以西的 交通枢纽切夫亚尔 以便打开禁逼乌军防疫体系核心的 克拉玛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的大门 另一方面再次突袭乌克兰的电力系统 乌克兰因此处于自2023年年初以来最困难的时刻 然而俄罗斯的困难要比乌克兰大得多 如上期节目所说的 俄罗斯重新夺取战场主动权的原因 一是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没有预计到 无人机已经改变了作战的方式 结果造成乌克兰下丘反攻的失利 二是以哈战争爆发后 美国把大量的军援转移给以色列 三是美国由于两党争斗而停止了援务 四是平壤和北京对莫斯科公开和暗中的援助 以上这四个原因 再加上普京也想抓住美国大选的机会 给下届美国总统和其他西方国家 留下俄罗斯不会在乌克兰战败的印象 就一方面在美国援助到来之前 争取占领克兰马托尔斯克 另一方面向西方国家伸出橄榄枝 为此普京总统在今年2月初 与美国CNN前主编Tag Carlson 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 普京谈话的主题是 俄乌战争是俄罗斯的内战 俄罗斯只是想要回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不是西方的敌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西方的敌人 西方这样对待俄罗斯是混淆敌友 这个主题就是普京在2022年 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 如果这个特别军事行动成功了 他就能够恢复俄罗斯在沙俄时期 在欧洲的影响力就能够傲视习近平 能够利用中美的战略竞争和朝鲜 主导俄中关系 但是原来设想的掏心战变成了消耗战 普京也就成为仰仗习近平鼻息的跟班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向习近平发出通牒的原因 习近平没有对美国做出强硬的反应 反而强调自己的底线 说明自己的命脉在美国人的手里 由于习近平与普京是背靠背的相互依存的关系 习近平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援助普京 但是他的援助难以改变俄乌战场的战略态势 原因之一是俄中两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对比相差巨大 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只相当于意大利或者西班牙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只有美国的70%左右 而且依赖西方的市场资金技术 俄罗斯因此在消耗战中没有胜算的可能 原因之二是俄中两国没有研发新的军事技术的能力 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主要军事装备 比如海马斯远程火箭炮系统 爱国者式防空导弹 爆二式坦克 都是西方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研发出的武器系统 北约国家根据当时的战场经验 就是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 西欧的地理特点以及当时的技术 研发了一系列陆战空战和海战的装备 同时制定了新的作战纲要 就是美国陆军在1982年的空地一体作战纲要 西方国家因此能够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 展现自己全新的作战方式和作战能力 现在西方原物的装备 只是这些武器系统中很小的一部分 而这些系统已经让当时的苏军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苏联就是在它的最鼎盛的时期 也没有能力将对未来战争样式的预测 与新技术的开发和制定新的作战纲要 融合起来 因此就只能尾随在西方之后 照猫画虎 或者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或者就是无可奈何 我们看看苏联时代的战斗机 米格23米格29和苏两期就可以了 这三款飞机都是照猫画虎的产物 在冷战结束后 美国异国的国防开支 就超过了北约所有成员国的总和 而俄罗斯的国防工业 是靠着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出口 才生存了下来 乌克兰用为数不多的几件西方武器 就屡次把俄军打得晕头转向 就不足为奇了 原因之三 是欧洲国家的决心 普京入侵乌克兰 动摇了战后欧洲和平的根基 直接威胁到波罗的海国家 波兰等前华沙条约国家的独立 从而激起了几乎全体欧洲国家的反对 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 不排除出兵保卫乌克兰 就是这一决心的体现 原因之四 是乌克兰愿意为自己国家的独立而战 而且在战斗中显示出自己出色的战斗能力 由于乌克兰决心战斗 而且会战斗 其他国家自然就愿意施以援手 在这场旷日持久 消耗巨大的抗俄战争中 乌克兰最大的弱点 是人口只有俄罗斯的四分之一 如果考虑到数百万流亡到国外的人 乌克兰的人口 连俄罗斯的四分之一都不到 如何尽量减少自己的伤亡 尽量提高俄军的损失 就是乌克兰军政领导人最大的挑战 这也是德国军队在1943年秋 丧失战略主动权后的挑战 当时德军在乌克兰就实施了机动防御 发挥德军作战效率高于苏军的长处 以歼灭苏军有生力量为目标 在地涅薄荷的两岸给苏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然而希特勒被自己在一战中在西线的作战经验所限 下达了不许后撤的命令 最后造成德军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防御 在1944年的崩溃 德军在1943年秋在乌克兰的防御作战 因此就成为上世纪80年代 北约国家军队研究的项目之一 没有想到的是 40年后 北约国家要考虑在乌克兰与俄军交战 由于乌克兰军队已经用坚决的阵地防御战 击退或者组制了俄军 证明了自己的战斗意志 战斗精神和作战能力 我因此推测 乌军将继续实施阵地防御 但会优先考虑人员的伤亡 会在适当的时候退出战斗 不会再实施在巴赫木特和阿弗蒂夫卡那样的防御作战 下面我就简要介绍一下俄乌战场的形式 俄乌战场的战线现在呈星月形的湖状 长度大约1000公里 分四个地段 第一个是位于湖的顶端的哈尔科夫 第二个是位于中部的切西弗雅尔 第三个是位于底部的扎布罗热 最后一个是位于湖的另一端的赫尔松 在这个1000公里的弧形的战线中 双子城托克马托尔斯克和斯拉夫杨斯克 是乌军在乌东地区防御体系的核心 而切西弗雅尔是这个体系的前哨 目前两军正在此进行争夺战 俄军的目的是通过切西弗雅尔 禁逼托克马托尔斯克 以便从根本上改变乌东地区的态势 乌军则是要依托柱雷地狱 最大限度的杀伤俄军 俄军在哈尔科夫附近的集结 可能是要转移乌军的注意力 因为四万兵力不足以占领哈尔科夫 除了上述的两个方向吧 俄军还在扎布罗热发动了进攻 夺回了乌军在去年占领的一个军民点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赫尔松方向 乌军一直在静静的扩大 自己在蒂涅伯左岸的阵地 由于乌军用海马斯火箭 轰击蒂涅伯河上的桥梁 驻守在和右岸赫尔松市的俄军 在2022年秋被迫撤退到左岸 并且炸毁了桥梁 当去年乌军在扎布罗热方向发动反攻后 赫尔松方向的乌军就渡河 在河的左岸建立了数个桥头堡 这些桥头堡的战略价值是靠近 克里米亚半岛的根部 是前出到这个根部 并且切断克里米亚路上联系的出发地 但是由于背靠宽阔的地涅伯河 能否发挥出这个战略价值 在于是否能够建立起横跨地涅伯河的后勤补给系统 乌克兰目前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当乌军的F16战斗机飞行员训练完毕后 情况就可能会发生改观 如果西方国家军队进入赫尔松地区 情况就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法国外籍军团一千余人进入乌克兰的意义 就在于此 法军除了为培训乌军外 他的任务是向其他欧盟国家 特别是波罗的海国家 波兰捷克和德国 做出表率 为乌克兰承担一些后方防卫的任务 必要是参加保卫乌克兰战略妖冲的战斗 赫尔松就是一个能够改变 整个俄乌战场战略态势的妖冲 下面我将这期的内容简要的总结一下 普京由于过高的估计了自己 结果陷入了乌克兰泥潭 现在想在美国大选前和美国原污物资到达前 通过不间断的蚕食进攻 威胁甚至占领乌克兰在乌东地区的防御核心 以便向西方国家证明援助乌克兰是不会有结果的 西方国家应当早日放弃乌克兰 乌克兰的对应战略是 在继续实施阵地防御战的同时 更加关注人员的伤亡 同时不断扩大在赫尔松地区地涅薄荷左岸的桥头堡 静观形势的改观 法国军队进驻乌克兰的主要目的 是在西方国家中做出表率 促进形势的改观 今天就聊到这里 下一期的主要内容是以哈战争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订阅转发和点赞 我们下次节目见